北京时间8月28日,马斯顿图腾之二的马努吉诺比利在推特上发布退役言论,他写道,今天,怀着白改交集的心情,我要宣布我从篮球界的退役,我对在过去23年里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所有人怀着强烈真实的谢一家人。 朋友,队友,教练,职员,球迷,这是一次美妙的旅程,远比我最狂野的梦更美,腰刀的退役感言让不少马次球迷人之落泪,因为那个GDP时代真的一去不付款了,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,书生义气,挥施帮球,起料一转身以数个寒暑,GDP的有一将涌传,但NBA赛场再无GDP。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好像丢掉了初恋一般痛彻心扉,但天下无不三只宴席,邓肯,马路感谢你们的陪伴,帕克去了黄蜂也要继续加油,腰刀职业生涯奖项不算多,之前美联预测 吉诺比利进入名人堂被概率为70%,他有5万加1最佳第6人加2全明星甲2三阵,这荣誉在NBA比却算不上耀眼,能有70%的概率进入名人堂其实不算低, 当然,每个马次球迷都认可马路是名人堂级别的球星,如今吉诺比利退役了,今下的压力,就落到了三个三群老汉身上,其中之一就是贾马尔克劳福德,克劳福德已经38岁了,上赛季效力森林狼场均10.3分,1.2篮板,2.3助攻, 命中率41.5%,3分命中率33.1%,虽然还有十佳,在砍分能力,但克劳福德的进攻效率,已经向滑到生涯新低,方首端更是天然漏洞,他惊吓跳出430万的球员选项,本想在前一份更大的合同,结果自由市场上无人问津,跟勇士,骑虎传播非文,最终都不了了之。 近日他闪耀业余联赛,一场38分11篮板18助攻,一场30次助攻破纪录,但这仍没有打动NBA球员,如今训练营将近,克劳这个赞寻老汉,是否也得思考退役了呢? 克劳福德职业生涯,有三次最佳第六人,36岁时拿下最佳第六人,还创下NBA历史年龄最大的第六人记录,他的特点就是得分神经到美形的球员。 如果没有球队愿意欠下他,他真的有可能退役,马诺退役了,压力颇大,大卫维斯特是03黄金一代的球员,哥维德,波什,安东尼,张姆斯同届。 他2.03米打大前锋,还是在联盟闯出了一片尖大,目前也已经38岁的他压力也颇大,在今下勇士队放弃了跟他续约,自由市场也是别,落到无人问津的下场。 原因很简单,大卫维斯特已经很难适应小球时代的节奏,虽然他进攻效率还不错,但只要登场就会拖满整体速度。 少赛季大卫维斯特场均6.8分3.3篮板,1.9助攻仪盖帽,命中率57.1%,三分命中率37.5%,拿着147万的连价合同,打出这样的数据已经很出色。 只可惜时代在变前,大卫细已经难以在联盟得到位置,或许今下他也将退役,维德已经不止一次说过想要退役。 他会在今下做出最后的决定,学们都在等待他的决定。 维德曾说过,自己一直在遭遇膝盖上市的困扰,有时疼痛感让他难以入眠。 客球迷们都在恳求他再战一个赛季,维德松口会认定考虑是否退役。 若不退役他会在热火再打一个赛季后退役。 维德是否退役或许是今下除了马姆之外又一爆点。 维德上赛季场均是1.4分38篮板,3.4助攻0.9抢断0.7盖帽。 继后赛季场均是6.6分4.2篮板3.6助攻1.4抢断。 命中率44.3%。 虽然网手牺牲困扰,但维德依旧在NBA中等以上的水准。 费战一个赛季是可以的,可考虑到维德的未来与佳人,维德很可能会选择退役,门赢小白。